亲爱的朋友,你常希望有能够拉你一把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常希望有能够拉我们一把 但是另外一个关键,是我们懂不懂得拉自己一把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讲到有两个男孩子 他们都各自生长在一个酗酒的家庭里面 他们的父亲都是酗酒的人 结果后来好几年以后,有一个孩子 他后来也成为一个酗酒的男子 另外一个居然成为一个酗酒不沾的人 就有人去问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大的一个差别 第一个男孩子说,没有办法 谁叫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父亲酗酒的家庭 这叫我怎么能够不酗酒呢? 但是另外一个人,他要回答却是 因为我从小,我就看到我父亲酗酒 我觉得那样很不好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绝对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两个人同样都生长在一个不好的环境 同样都生长在一个父亲酗酒的家庭里面 但是两个人所做出的抉择却完全的不同 人生常有时候就是一连串的抉择 很多时候抉择的一个最大的关键点在于 我们懂不懂得拉自己一把 什么叫做拉自己一把 我们懂不懂得帮我们自己从忧郁也好 或是从一些某些难关 某些负面的想法里面把它给拉出来 当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很愿意帮助我们 那有很多人会进行很多很棒的一些演讲 或是写很多很棒的一些正向的 立志的一些文章 但说真的 如果有人愿意拉我们一把 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自己站起来的话 恐怕人家拉得再大力 也不见得能够把我们给拉得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难题要去面对 很多时候当我们陷入在人生的低谷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很期待能够有人能够来拉我们一把 但其实更大的关键在于 我们懂不懂得拉自己一把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天天都给力